而熊大枕死前也肯定想不到 几十年后 恩施叶启孙竟也因为自己被横加迫害 文革爆发后 熊大枕特务案被重新翻出来 因为熊大枕是叶启孙的学生 从军后得到其协助 所以连普通国民党党员都不是的叶启孙 被诬陷为国民党总统 安插在学校的头子 说熊大枕是他派遣打入中共根据地的 据叶启孙的贡献与悲剧等记录 1967年6月起 年近七旬的叶启孙 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抄家 还被关进牛棚 肉体上的折磨和人格上的侮辱 使他的精神近乎崩溃 他出现幻庭 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 一举一动都有反应 他喝一口茶 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 他走出门 他走出门 他走出门